欢迎来到奶爸套利,我是老胡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用途是可以帮你在美国寄出信件 主要的用途的话,目前我看来是两个 一个是可以帮你测试你租用的美国私人地址的房东效率怎么样,高不高普 另外就是可能某些银行或者网站可能需要你寄一些资料给他们的时候 你直接用这个网站去寄,费用会比较低 你如果从美国以外的地区寄过去的话,国际快递那个邮费就比较高了 先说第一点,我之前做过视频说了Anytime Maybug这家美国私人地址的作用的服务商 由于他家采用的是加盟商的方式,所以具体每个房东靠不靠谱也不一定 我听到过有一些群友的反馈 就是说他租到的地址的房东要么就是电话或邮箱联系不上 要不然收个邮件或者提加个扫描请求就很慢 或者压根他那个地址就没有收到你的邮件,你的信件 所以如果你能够自己寄一封信件过去测试一下那个地址是最好的 那这个网站就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达到这个目的 寄一封信到你租用的美国私人地址 去看看你的房东收信或者扫描的这个效率怎么样 到底是效率很慢呢 还是说压根收不到你这封信 或者你直接联系不上房东 那建议的话最好换一个房东及时止损吧 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你申请银行卡的时候 或者在其他一些网站注册或者办一些业务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要求你寄一封纸质的信件过去 把你的需要提供的一些补充的资料寄过去 比如说地址证明啊 或者说身份证明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从美国以外的地方寄过去吧 那邮费很贵嘛 几十美元至少是有的 而在这个网站就可以以很便宜的方式帮你寄过去 但是需要提醒的一点就是你要寄信 那肯定是你得把你的信件内容上传到这个网站 他再帮你打印 然后再寄过去 所以你的信里面的内容对于网站来说肯定是透明的 关于隐私性和便利性 你肯定是需要做一个取舍的 这个就你自己考虑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的话 黑白的信件就是最便宜的 是平友是1.62美元起 然后彩色的以及下面的速度更快的是价格低增嘛 然后注册的话没什么可好多说的 就是你填写你的邮箱和密码 然后跟着提示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没有啥 这种网站对于封控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封控的地方 灯中进来之后可以看到你最便宜的就是这个first class mail 然后它显示的是需要10到14个工作日 那实际上美国进美国的话没有这么满 一般来说是一周左右 然后它价格是1.62美元起 接下来的话就是7到10个工作日的 两到三个工作日的 两个工作日的 然后价格依次低增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自己选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寄一个最便宜的 我们点击这个send 然后它会说这个步骤首先上传你的信件 然后格式的话是支持pdf或者word 然后最大的大小是40兆 然后这个时候信件的尺寸需要用us letter 就美国性质的尺寸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右边点上传 然后点一个word 它会跟你说这个尺寸不对 那我们就过来改一下尺寸 在这个布局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大小 点下来选这个美国性质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之后 我们再重新上传一下 还是选它 这样就可以正常的上传了 这个地方中文你看它好像 我不知道这是预览还是说 它的实位有问题 但是英文的话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我们一般记忆就是记英文的文件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是填写目的地的地址 然后我们随便填一个吧 填写了之后 你看右边这是信封的预览 你的地址就会打在这个地方 你的目的地的地址就会打在这个地方 然后点下一步 如果你输入的地址有问题的话 它还可以给你建议的一些修正 下一步的话 就是你这个记件人的地址 记件人的地址你还是一样就填 填完了之后 会在你左上角这个地方显示 在下一步就是选择你是彩印还是黑白 然后你是单面打印还是双面打印 在下一步就是选择你要记的价格 在下一步就是你的现在的一个信息的预览 预览之后最后去下一步就进行直接支付了 支付的话我不太清楚当时是什么方式了 不管是paypal还是银行卡 应该都是常规的都支持的 我具体我当时用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了 你们如果需要的话 到时再试一下 这种网站功能性的一般来说 是不会太卡支付这个环节的 一般visa或者曼时达卡或者paypal应该都可以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相关需求的话 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转发分享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